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演员全美善29日 被发现陈尸在酒精浴室 警方调出监视器画面 正是没有人入侵房间里 他被断定死因事上吊自杀 全美善约在29日凌晨1点入住该饭店 1点40分打给爸爸 死亡被推测为2点左右 经济公司今日发布通稿 表明全美善已患抑郁症 而他过去谈到和导演老公朴善勋的相处情况 再度受到瞩目 他对工作过于完美主义 而且没能在怀孕和结婚期间得到足够陪伴 整个孕期仅见老公两次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